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连危机 很多人在批八字的时候 其实他只看到他好的部分 而没有看到危机的部分 其实危机才是最重要 因为一次性的危机 会把你累积好多年的这一些成就 一次的归零 而危机 各位 他在判断的时候有一个要诀 当你的年是坏了 你就不用再找危机 而是当你的年 这是好运的年 你就要从流月里面去找危机 所以一个口诀叫做坏不用找好 好就要去找坏 因为你在好运当中 我们总是会听到热吉深悲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假如你这一年他是一个坏运 基本上你都会整年度都会很小心 所以比较不容易出事 反而你看到这整年度 都是很好运的情况下 你就要小心 危机他会藏在流月里面 记得一件事 在批命的时候记得 坏不用找好 好必须找坏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